昨天我看了两段视频 一段是关于华为的 一段是关于联想的 关于华为的那一个是说 前几年吧 任正非请金一南教授呢 去他企业给员工做一个内部培训 我想啊 这其实也就是说任正非的一个 军人情怀 做这种培训 无非就是讲讲国外的一个局势 是吧 讲讲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 就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当时呢 可能是任正非要问金一南教授 我请你讲座得多少钱呢 金一南教授就说 说我不要钱 只要你继续研发5G 或者说呢 在5G的基础上 再更高一步 研究这个6G 为什么呀 说到底 这就是 两个人的情怀 任正非呢 是有一个爱国情怀在内的 所以说呀 他请金一南教授来讲这个内部课程 然后呢 金一南教授也是有一种爱国情怀的 所以说呀 他不要钱 他就希望呢 任正非的企业继续把科技研发放在首位 这样呢 我们的国家就不会被卡脖子 到时候呢 一旦国际局势动荡 我们的国家就有足够的应付外界侵犯的能力 这是他的视频 另外呢 又看了柳传志的视频 柳传志的视频呢 是这样说的 说 也是前些年了 柳传志的一个中科院老领导 老领导的孩子呢 在美国分公司当一个总经理 结果后来 这个钱不知怎么花的没数了 钱不上了 当时呢 就给柳传志打电话 柳传志2000万好像是 马上就 给他 电过去了 这是呢 那个老领导的孩子 没有受这个 刑事 追责 所以说呀 这个老领导对柳传志啊 非常的一个 重视 有啥事 能用的事 是吧 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呢 他是 支持柳传志的 其实呢 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柳传志 一个什么特点啊 他非常的会做人 就是说他是 人情世故 非常老道的 再一个呢 结合联想 近些年的这个发展 你想联想现在是 国际型企业 因为你想他那个 就是说股东 可能是 也有国外的资金 在里面 然后呢 他的高管 27个人里就有 14个外籍的 是吧 所以我感觉啊 柳传志 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在他眼里啊 首先是挣钱 让企业挣钱 企业能生存下去 然后呢 自己在挣钱 自己不挣钱 也不干 好像你看现在 柳传志的年薪 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任正非的年薪是多少 但是柳传志的年薪呢 这网上都在说 然后呢 就说 至于爱国这一块 我感觉柳传志 看的是不重要 他首先是 一个商人 商人重力 清离别啊 反正是 赚到钱 什么都好说 赚不到钱 什么都不行 我感觉啊 华为 那个 联想啊 也就是这样 这就说 通过两段视频的对比啊 我们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现在 有些人呢 在网上 一直在 说联想 但是呢 对华为都是 清一色 都是保养 为啥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里 一个企业 是有 情怀的 民族企业 华为的性质 是民营企业 联想呢 商业集团 他主要就是为了商业利益 所以说呀 咱不管 联想是为了什么利益 他做了些什么 起码呢 在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 我想啊 华为可能会呢 借助国家的更多的一个支持 会将来面对的市场会更大 是吧 现在华为已经做到全球了 是吧 但是呢 联想啊 因为他是纯商业的 在他眼里呢 国家和民族利益 好像和他关系不是太大 所以说呀 这个企业 以后的路会越来越窄